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时半刻怕痊愈不了 那就请师兄老神 这不小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 胡宫山一边写方子 一边说道 我只能照管几天 下余的事还得你来办 不过 什么呀 用的药都很平常 只是这病却要人照料 你办得来吗 有什么照料不来的 那好 胡宫山说道 把药方子递给了青猴 快去抓药来 青猴接过来方子 一溜烟地跑了 这边胡宫山起身说道 你看我这制法 你办得来吗 法内功 逼出他五脏中 郁节的病气 说着他双手五指 并成爪形 在五次游 脚心发动 沿着身体向上 越来越低 直着胸口 双手按下 过一会儿才拿下来 五次游脸上 逐渐泛起了血色 胡宫山深深地 输了一口气 云娘看着 历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脸疼得 红到了耳朵根子 半嗓才低声打道 那也没什么 胡宫山古怪地笑了笑 又是一个痴人 云妹 我是方外人 也是过来人 劝你治好他的病 救回中南山 如何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这样对你好 对他也好 正说话间 青猴连蹦带跳地走进来 跌脚周没说到 毛驴生兔子 真他妈怪事 师伯方才开的几位主药 跑遍了阵子 竟是一概没有 胡宫山的眉头一拧 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来 这都是极平常的药 哪个生药铺能没有 是不是药铺见病人多了 囤积居齐 云娘顿时就慌了 说道 前几日还有 怎么一事就都没了 这怎么办 武先生的病是耽误不得的 胡宫山阴沉着脸说道 你的武先生不要紧 几万鸡民传疫 无药可医怎么得了 药铺的人怎么说 青猴用衣袖抹了一把鼻涕 说道 药铺的人说 福灵 杜仲添麻这几味药 因为云南贵州卡了疯了 有药进不来 这儿的郑太尊 把余下的又一股脑都买了去 舍给这儿的中三郎香糖 香糖里有的是药 可就是不卖 有什么法 云娘是咬牙切齿地骂着 中三郎 哪个坑里泥捏出来的菩萨 就这么霸道 真是搅不完的野杂种 旁边的郝老四笑着说了 师父 今儿晚上咱们走一走吧 胡宫山听了笑道 云妹听听 这是个有出身的人 先前是皇帝的三等侍卫 犯了王法 到我这儿讨了一条活命 可仍是傻心不改 哀讲风月 风月 是啊 风高放火天 月黑杀人夜 不是风月吗 青猴显然很喜欢这位师伯 便对云娘说道 舅舅您 允许我跟着师伯去开开眼界 云娘沉思了一会儿 便点头答应了 夜神人静 耕骨初起 胡宫山 胡宫山二人便去了 云娘在病榻前守了一会儿 见五次有呼吸平稳 略觉得放心 正待回方歇息 却见郝老四进来 便点头笑道 你坐吧 五先生经师兄这一条制 已经好多了 郝老四规规矩矩 坐在一旁 说道 师姑 五先生也是我的好友 前年皇上赐我死时 他还为我做过晚辞呢 云娘听了点点头 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郝老四半上又笑着说道 师姑 师父劝你离了五先生回去 确实一片婆心 不过 师姑若肯传我一招 四两拨千斤的功夫 我却有更好的主意 什么主意 您先离开五先生一些时辰 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 郝老四一本正经地说 师姑别发脾气 怪吓人的 您老明见 天下事 欲求欲远 欲离欲亲 走哪都是这个理 您这样一步步 离地跟着五先生 五先生只能拿您当朋友 何况 他心里还有个苏 你住口吧 云娘被郝老四这 偷车肺腑的话 说的心头是突突乱跳 多少天 多少天来隐藏在内心 连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事 叫着郝老四一下子全兜了出来 他心里边一阵的烦乱 忽然恼怒的说 你怎么就知道我安着别的心 再这么混账 还指望我教你吗 是是是 我不敢再混账了 郝老四嘴中说着 心里却暗笑 这些婆娘们真怪 明明是那么回事 就不让人说 云娘立起身来 目光是咄咄逼人 听着 若你用这功夫杀好人 被我知道了 娶你小命 易如反掌 我师兄到时也救你不下 好的很 哈哈哈哈 门外的胡宫山是哈哈大笑 带了青猴进来 我们师兄妹 收了一对痴妹王良 青猴死气白咧的 要我传他铁布衫功 青丰又要讨你的四两拨千斤 一对赖子 哈哈哈哈 四个人不禁相视一笑 床上的五次友呻吟一声 翻了个身 嘴里边叫着 水 水 他已经三天水米不进了 今日已经调制 竟这么快就有了转机 云娘见他苍白的面孔 在灯光下显得雅秀超俗 想起郝老四方才那番话来 说不出心里是欢喜 是难过 是感慨 还是自伤 他转脸看了一眼 正俯身 真是五次友的 胡公山 这个面目可憎 心地良善的师兄 追了一辈子 吴翠姑 直到翠姑死 也只是将 胡公山 看作兄长 翠姑却与那个 没天良的明珠 打得火热 人世间姻缘 怎么这样的不可思议啊 难道自己也要走师兄的老路不成 胡公山见云娘痴痴地望着五次友不言语 想起自家的身世 不觉也有些酸心 将五次友手臂掖进背里边安抚着 吴先生 你尽自放心养病 有狗肉道士 胡公山和云娘在此 哪个无常敢来勾你 请好 快见药去 是公山兄啊 吴次友已经完全清醒了 乍见郝老四也在病榻前说笑 不仅浑身一颤 老四兄弟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在这里 吴梁守佛 吴先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吴字不忘故人 古风可配 吴公山笑着说道 你说的那个郝老四 却已经死了 他是我道士的徒儿清风 觉得身上好些了 觉得身上好些了 吴次友平躺着 有云娘一勺一勺的胃水给他喝 沉静了一会儿 吴次友说道 亏了你这副好身手啊 方才仿佛听外头有罗声 是怎么回事啊 青猴笑着说道 弄了他们几箱药 正在那撞天驱呢 本来我们也不想大做 指着中三郎的龟孙儿们 也推骨怪雕鳄 他们竟不是为了赚钱 压着货物 却要聚起来一把火烧掉 吴次友沉默了良久才说话 龙山笑 此中大有文章啊 你一向一记事为怀 甚至民为国本的道理 民心不稳 则国本难过 他们这么做 不过是为了扰乱民心 即便百姓 也太狠毒了 胡宫山的黄脸一沉 他被感动了 人病到这个份上 想的还是设计和苍生 这份心胸 比自己措药济世 不知要扩大几多 逮了半赏 胡宫山这才叹道 吴先生啊 你的话老胡都明白 从前事已不堪再提 你好好养病 老胡治好你再走 吴次友因内服良药 外用气功疗治 半个月以后 已经能行走如常 胡宫山师徒便过来辞别 从此要与先生分手了 胡宫山和五次友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 并没有深交 倒是这一次在江湖上偶然相遇 反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 一想到江药各自东西 胡宫山的心里不禁黯然 八字浓眉一簇 说道 虽说天各一方 但愿日后车力相逢 莫忘悲水之情啊 吴次友笑着说 岂敢负心 不过你我是不会车力相逢的 顶多末路邂逅 我虽然做不了达官贵人 但是胡兄的救命之恩 我是永至不忘的 旁边的郝老四乘机察言道 我们师徒是方外之人 先生却是性情中人 既要报恩 清风却欢喜时的 那年见先生给吴六一写的字极好 何不给我们也写一张呢 胡宫山说 清风别胡说 我们云游四海 平宗不定 写出来往哪刮呀 吴次友挺身起来笑道 老四也是金口难开 既是故人又这么有缘 我给你们画张画 说着来到桌前提起笔来 向胡宫山和郝老四稍稍瞥瞥了一眼 便走龙游凤地涂抹了起来 很快就勾勒出两个道士形象 一个背茶宝剑 腰悬葫芦 一个手持俯尘 两个眼珠子像在咕噜噜地转动 胡宫山 李云娘好老四 赶忙凑过来观看 清侯在一旁嚷道 这话不好不好 像两个贼似的 没个正形 吴次友 祝彼笑道 清侯随灵力 哪里知道坏官不如好贼 你且看我笔下这贼 说着 竟在提款上行云流水般的大书三字 贼 贼 贼 众人争恶人间 吴次友却又接着写道 游影无形 拿不住 只因偷德 不死丹 却来人间 寄贫苦 写完他笑着问胡宫山 如何 胡宫山大笑说道 妙才 此话此时 老胡心灵神兽了 知我者 莫过五先生 他双手接了过来 珍重地卷起 交给了好老四 躬身一一 飘然而去 送别胡宫山 云娘思量再三 也要辞行了 他倒不是因为 听了好老四 李泽钦的劝 而是觉得 终日里跟着一个 始终爱着别人的人转悠 结局可悲 人言可畏 传了出去 江湖上人将怎么看自己 自己又何以自处 但是此时 离开五次友 他又觉得不放心 几天来啊 云娘一直是郁郁寡欢 空闲时常常呆呆地坐着出事 青猴虽然知道一些实情 却不懂得他的苦衷 整天乐呵呵地跑前跑后 帮着云娘煎药送饭 四月初八是御佛节 民间家家包饺子吃圆豆 圆豆就是青豆 云娘给五次友煎好了药 便赶到镇上 买回三斤包好的生便石 嘱咐青猴主上 这才到五次友的房中来 五次友已经脱去了棉袍 只穿着一件白竹布夹衫 五指并笼紧捏着一根细针 另一只手紧捏着跑脚 咬牙凝眉地使劲穿针 针走到哪儿 脸便转向哪儿紧盯着 云娘看到她那专注的神情 不禁扑斥一笑 赶忙过来 接了五次友手中的活计 就坐在椅子上补了起来 屋里边安静极了 中午的阳光照得室外 一片明媚 黄梨和吃杯茶 在参差错落的树枝间 跳跃着 追逐着 发出吱吱喳喳的叫声 更显得屋里静谧温馨 一直到补完 两个人都没说一句话 咸 云娘 五次友见云娘用牙咬断了线 立起身来要走 这才赶紧说道 你好像心事很重 没有 云娘说着 她轻舒了一口气 这几日 瞧着先生病一天好似一天 高兴还来不及呢 只是下一步 该往哪儿去呢 游孔林 百孔庙 载上泰安十八盘 观云海日出 然后去北京 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听五次友这么说 云娘是欺然一笑 说道 泰山那么高 先生久病刚愈 上得去吗 五次友说 有你在啊 有你在 还怕上不去吗 我掺着你 还是背着你 呃 五次友无言可对了 他猛地想到 这个穿着天青多罗尼挂子的人 已经不是贤弟 掺着背着都不合适 沉吟了两酒 正待再说的时候 青猴笑嘻嘻地 端着一大盘水饺进来 嘴里边连声嚷着 热热 成得太多了 墙上几步将盘子丢在桌上 须着手说道 头锅饺子 二锅面 我尝了一个 香着呢 请先生喝 师傅 用吧 云娘的心情似乎好了点 一起吃吧 青猴 你也坐下 一道吃吧 青猴答应着 又去调配了一小碗 姜蒜醋汁来 三个人这才坐下 一起吃饺子 神舟大地 风云祭会 大将军为国效命 义无反顾 令人豪情万丈 若书生胸藏韬略 斗智斗勇 不训百万雄兵 痴情女千里相随 自吻殉情 让人替泪俱下 唏嘘不已 请听长篇小说 康熙大地 第二步 京风 秘语 云娘吃得很没滋味 不时地偷眼看一下 甜淡自若的五次友 和狼吞虎咽的青猴 忽然 五次友便吃到了一个圆豆饺子 端详着问 这是什么馅 青猴说道 五先生到底福分大 通共只一个圆豆饺子 就给您吃了去 哟 这是什么呀 原来他也吃到了一个 听了云娘的解释 五次友不禁大笑 说道 既说谁吃到就有福源 那我和青猴是有福有缘的 怎么你倒没吃着呢 云娘听着这话 甚觉不吉利 勉强笑道 我是个没福的 和你们比不得 只是这圆豆案里 只能有一个 怎么你两个都吃上了 正说着呢 他就一愣 原来他也吃到了一个 这做买卖的 怎么弄的 图省钱吗 包这么多的青豆饺子 五次友说道 一是能多赚钱 二是图个大家都吉利 这也是他们的一片好心肠啊 今日玉佛节 大家都吃圆豆 将来都成佛做菩萨 岂不比只一个人吃了有趣啊 哈哈哈哈 五次友说着是哈哈大笑 青猴认真地说道 先生成佛 我师父做菩萨 我可不行 我在菩萨连坐边上当个金童 也就称心如意了 五先生若不能成佛 将来做了大官 见了我们 可不要忘了今天吃饺子的事啊 五次友搁下筷子问了 什么见了你们 你们不和我一起走吗 云娘在一旁低声说了 她说的是真的 送行饺子接封面 这是我们分手时的一点心意 为什么 你不到北京 五次友突然想起谋差事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不觉得神色黯然 过了半晌才叹息说道 也罢 也只有这样 聚散有定 离合有缘 虽说是何哲之父 相濡以沫 不如散处江湖之中而相忘 但愿他日末路相逢 我们不要擦肩而过 说到这儿 五次友觉得嗓子有些哽咽 强忍着没流下泪来 云娘见五次友如此的伤感 真想说一句 我不走了 但他不能 他捏如了一下 强笑道 先生何必儿女情长 你我都还年轻 绿水长流不改 青山大路回转 怕不能再见 再见时 岂有擦肩而过之礼 当日中午 五次友云娘和青猴 共进了一餐别离饭 中间是千叮咛万嘱咐 说了许多保重的话 五次友决议明日拜会 衍州府 由官府送他回京 云娘和青猴 才依依不舍地上了路 青猴回过头来 见五次友还在古道口 垂扬柳下遥望 不解地问了 姑姑 我实在不明白 好端端的 您怎么一定要走呢 云娘盲然地看着 远处的碧水绿树 呆呆地说道 你年纪小 长大了自然就知道了 咱们往什么地方去呀 先不要走远 在这近处住些日子 你师伯他们 大约也不会走远 吴自友当晚 直到深夜都没入睡 云娘和青猴的身影 一直在眼前晃动 药吊子里的药 是上午云娘亲手煎好了的 只要瘟一瘟就能用 一会儿他仿佛听到了 外间山炉子 呼哒呼哒的声音 一会儿他又好像听到云娘 用汤勺调药 吹凉的声音 前几日还在和 湖宫山云娘几个人 说笑论道 一下子便去得干干净净 只留下他孤身一人 不知什么时候 外头下起雨来了 眼前滴水落在青砖地上 滴答滴答响个不停 无自有回顾往事 坎坷多变 沾念前途渺若云水 不觉两行青泪顺家而下 哎 看来我实在找了造化的机会 成了不祥之身 天下如此之大 却不容我无自有 笑傲江湖 长版梅花的啦 他翻来覆去的 折腾了一夜 天将透晓时 这才朦胧睡去 沿州府是山东古役 大郡名城 又是圣府所在地 府衙坐落在城西北于 八字粉墙上挂着一个匣子 里边装着前任官留下的一双官靴 已落了老后的灰尘 无自有成了一顶轻不良教 离府衙老远就下来了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 慢慢来到衙前 见门口有一个疏离模样的人 正在夺来夺去 便走上前来 投了自家名次说道 烦请禀报唐尊大人 就说扬州书生五次有拜访 那书里接了拜帖 一见五次有三个字 满脸历史堆下笑来 就地打了个签 说道 这个事小得明白 前任太尊大人曾奉过献狱 到处寻访吴先生下落 吩咐我们四处打听 这位大人现在回家叮忧去了 新任的郑太尊接印不久 只怕未必晓得 晓得这就去禀报 一边说着 一边就起身去了 五次有掉在半空的心踏实下来 至少不会被拒之门外的了 正私存着 见府衙东边一个不起眼的小侧门 压得一声开了 书里坐前倒 后边跟着一位官员 白镜面皮 两撇黑须如墨 恰成一个八字形 穿着八芒五爪的官袍 追着白衔补服 白色明玻璃顶子上的红鹰颤尘微微 足灯千层底造靴 卖着八字方部 一摇一摆的出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像是尸眼 身着黑段挂子 头戴青段刮皮帽 一幅大大的水晶墨镜 戴在眼上 腰间记得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 不住地用眼睛打量五次有 五次有一件事太守亲自出营 忙抢前一步攻身失礼 说道 晚生吴次有 久目太尊大名 路过贵志 特来拜望 哎哟先生 这可不敢当 那官员赶忙是拱手还礼 一把拉住吴次有的手 学生郑春友 早奉上线指令 专访吴先生 原以为先生早已难去 不料贵志竟亲临闭崖 这位孔令培 乃是圣意 学生到任后 专请孔兄来呀 指点帮忙 我们方才在后崖闲聊时 还提及先生来着 不想先生已经到了 真是幸会 幸会 吴次有 好像在什么地方 听说过郑春友 这三个字 只是一时 在寻思不来 见郑春友 满面春风 和蔼可亲 又十分的爽朗健谈 心下暗暗高兴 旁边的孔令培 将手一拱笑着说了 先生看上去 似乎有些轻弱 后头的宴席 尚未开宴 全当为先生 洗尘了 郑春友笑着说 正是啊 既来了 就在此小住几日 我这里 琴棋书画俱全 一定会合 先生胃口的 先生若不给面子 我可要霸王 留客咯 郑春友 呵呵笑着 十分的殷勤亲热 将五次友 让进后堂 来来来 这边请 就在花厅西乡 五次友一脚踏进花厅 立刻便愣在当地 惊得是面白如纸 寸步难移 原来在安庆府 迎风阁 带人捉拿他的 平熙王 驾前侍卫 砸虎将 黄埔宝珠 正笑隐隐地 坐在燕桌旁 攻后着 黄埔宝珠 见他进来 哈哈大笑着起身 正所谓 山峰地裂 无人见 峰回路转 又相逢 哈哈哈哈 先生真是吉人天相 竟能大难不死 不想在此 又与先生重逢 岂非三生有幸 西选官 不是 郑春又挑起了两刀细眉 拖长了声音 笑着说道 学生实在寒窗 三篇文章 两榜近视 电视选在二甲十一名 虽不及先生尊贵 也是斯文中人 先生不必惊慌 请放怀入座 我们细谈 好吧 到了这一步 无自由心知 已经入了 铜网铁镇之中 心一横 静止做了首席 举杯一晃眼了 见席上的熊掌烤猪 便笑着说道 这两样东西 烧得好是佳肴 烧不好 一口也吃不得 没有一百两银子 是搬不来的 鸡蒙猪位如此厚爱 补财 可是要见仙了 说着 便夹起一块烤猪豚肉来 在嘴中品尝 笑着说 酒病思食 贫辞加味 真是福气 令培先生 你祖宗说 文韶三月 不知肉味 恐怕是不缺的 痛快 黄埔宝柱看到 武次有如此气概 感到有点 自惨行贿 起身为武次有 针灸笑道 先生 雅量高至 某在平西王麾下 十余年 很少见到 如此豁大之人 孔令培在旁边 笑着说 宝柱将军到此 已有三月 专等先生消息 不想先生 登门拜访 刚才武次有 说的 你祖宗三个字 他听了很不受用 便挖苦了 一句回报 武次有 又吃了一杯酒 苍白的脸上 泛起了红色 将背在桌上 频频一推 冷笑道 那是武某 时运不济 碰上了 手朱带兔之人 郑春友 呵呵笑着 给武次有针酒 怕不是的吧 天上哪有 这样的大树 上叶干青云 下根通三泉 摇曳可以生风 呼吸可以治雨 麒麟翅抱居其下 蓝鸟凤凰朝其上 滋生乎遍地 错节而盘根 五次有一听便知啊 这是套了鬼谷子 至苏秦张仪书里的话 大言其人 顺口应道 这不过是鬼谷之术 久必生变 成为木怪 以为武某不识他 倘若上帝一怒 风云色变 点照长空 雷火下击 风波谷义奋威 注荣腾起烈焰 龙蛇之神小命 福西市驾六龙 天马之车 临于五花山上 则此数安存 郑春有摇头晃脑 滔滔不绝的 郑说的得意呢 乍然被吴自有 这几句冲天大火的话 给堵了回去 到一时做不出好文章翻案 干笑一声端起杯来喝了 笑着说道 哪来那么大火气 不过文章倒也做得可以能读罢了 旁边的宝珠和孔令培见他二人一见面 就霹雳电闪的交锋 不由心里暗自佩服 吴自有冷笑说道 有什么话可以讲了吧 方才算是不错的一个开场白 此时他拿住了禁忌 已完全不像是一个久病出狱的人了 哦 呃 是这样 宝珠从这两次跟吴自有的接触中 不知怎的 对他有些蛰伏 微微一笑说道 其实先生已经知道 我们奉了王命 也是没办法的事 最好还是请先生亲抚云南 见一见王爷 许多事情是很好商量的 云南我是不去的 吴自有斩钉截铁的说道 他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 镜子夹了一口菜嚼着 那个地方到处是乌烟瘴气 我不愿去送死 要死还是死在中原的好 郑春友听了奸笑一声 把脸凑近了吴自有说道 不去也可 听说皇上让先生草了一片东西 何妨尖叫一下 管保先生依旧放浪江湖 谁也不会找您的麻烦 若是我不肯尖叫呢 不要忘了 我吴某来头贵府 可是知者甚多 吴自有笑眯眯的 看着郑春友 用手指轻轻地扣着酒杯问道 此时我倒想起来了 哦 郑春友 你到底是谁家的臣子 你穿的是朝廷的官服 却暗中替吴三桂捉人 为中三郎香糖鞋扁舍药 你到底有几个主子 是三个 两个 还是一个 吴自有当着黄埔宝珠的面 接触了他和中三郎香糖的关系 郑春友不觉得微微心慌 与诸三太子虚与伟仪 是经吴三桂侄儿同意了的 进一步的勾结 却是他自作的主张 郑春友心里边恨得咬牙 冷笑一声道 你此刻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为好 你要知道 书生杀人不同寻常 譬如方才进来为你投送名次的书例 你就很难猜出他现在何处 是死是活 随你的辩 随你的辩 无自有无所谓的笑了笑 立起身来问道 是井里还是梁上 是用刀还是用枕 请指点 黄埔宝珠一笑 我可舍不得杀你 不过先生却也居傲有些过分 这样吧 先生大兵出狱 现在在园中书房里住下 我们的事不急 先生慢慢想开了 我们再上路 这里有几十位兄弟服侍着先生 要什么直观吩咐 只是外头实气不好 就不必出门了吧 说着起身将手一摆 早进来两个彪形大汉立在当门 无自有立起身来 袖子一扶 头也不回地跟着去了 这个降书生不肯就范 宝珠三个人都犯了难了 待无自有出去 郑春有询问地看了一眼孔灵培 问道 你看哪 孔灵培笑了笑说的 这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我们何不防笑曹梦德 也来个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美女家玉帛将她养息着 便是铁做的 也容了她 只可惜紫云姑娘已去了北京 宝珠笑着说 此计可行 到底是圣人之后 想出的办法都带着 勺乐味儿 不过那不是三两天的事 还是尽快押她回云南去 郑春有沉思了一会儿 终觉得将无自有长期积留在府中 不是个事儿 宝珠听了不以为然 愁愁良久才说到 云南离此万水千山 吴自由要是肯去 再没说的了 他现在不肯去 朝廷又四处访他 倘若走漏了一点风声 我疾惑有天大的本事 也回不了云南 再说 王爷如今要的是 吴自由这个人 一路上 他若不吃不喝 难道让我拉个死尸 去见王爷 孔令培摇了摇扇子 沉吟着说道 这样吧 吴自由已落入我们手里 我看也未必一定要从云南 在这里将王爷要的东西 弄到手 岂不省事 吴自由是死是活 倒不相干了 宝珠却说道 最好还是活的 我猜王爷想弄它 也是要光烂人才 而且可以用来 作为拒绝扯翻的口实 死了就不值钱了 这个酸乳软硬不吃 你拿它有何办法呀 郑春有评诉极为自负 今日的文章作败了笔 很具傲桑 听宝珠的话里边 似乎有回护吴自由的意味 便顶了一句 孔令培笑着说道 软得未必不吃 只管养起它来 好茶好饭供养 我们也可趁机跟它套套交情 时间长了准能寻出缝来 宝珠不是很爱好下棋吗 可以经常地与它对异 可以经常地与它对异 是个人的地方 一定要放在这里 不等一条路的东西